现在这些诈骗的歹徒 其实不但是要你存款的钱 它更是要你的不动产 不是这个抵押出去的钱 会到你的名下制造金流 然后车手领走 它要的是你的不动产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在过年的期间 有好多个我们民众 打电话来跟我求救 说他们的父母亲 碰到这种假检察官 假检察官说要监控他们的财产 去把他们的存款 领出来给这些诈骗集团 或是保险去执借 甚至于说 把他们家里的不动产房产 拿去给歹徒设定抵押 那他设定抵押这种 很多人现在这些诈骗的歹徒 其实不但是要你存款的钱 他更是要你不动产 因为不动产 它的价值非常的高 譬如说是这个样子 这个小姐 她说她要去投资 还有感情的一个诈骗 然后她就被这个诈骗集团 或是说她是一个假检察官 要监控她的财产的时候 那她去领了钱 汇进去给人家 然后一汇进去了以后 就被她的网路银行给转走了 另外一个她就叫她去 说要监管她的财产 或是说因为她的感情的部分 叫她去把保险去执借 把这个钱借出来 那最后她就说 你这个财产要把你监管 或是说你要去借钱 那各位这里面更可怕了 她第一个她就会叫你说 她去找一家理财公司 你就跟这一家理财公司说 我会替你找那个什么人可以借钱 这一家理财公司 就要给你抽6%的佣金 第二个这个理财公司 就还会告诉你说 要叫你签一个防诈骗宣言 现在的诈骗她用这种 说你不要被骗 你是要借钱的 你要用什么用途等等 她还给你弄一个防诈骗切捷 说我已经都告诉你说 你不要被骗了 是你真正要用钱的 第三 她就把她带来这个钱庄 或是当铺 各位这些钱庄跟当铺 其实都是跟这个诈骗 是一条龙的 那么这个钱庄跟当铺 她就叫她写借据 那么开本票 各位设定什么 抵押权 那为了防止她的房子拿去卖 因为她的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要她的房屋土地 所以她还给她做预告登记 说你这个房子已经卖给我了 不能去移转 各位一做预告登记的话 你将来这个房子 纵使要再卖 或是要设定二胎三胎 去跟人家借钱 来还这个钱庄 你都没办法 所以各位在这种情形底下 他们就变成她这个 签好了以后 这一个钱庄或是当铺 就会把钱汇到你的账户去了 那你的账户又转去给诈骗的账户 他就把你转走了 或是他就叫人家用车手 来把他这个钱拿走 各位这个钱 其实是不是都留回这个钱庄 是一个大的疑问 但是各位弄久了以后 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借据里面 他还这样子处理 他利息的部分 给你先预扣三个月 另外还要跟你收所谓的手续费 这个当然在我们服务上 是说变成是侨取利益 所以这个地方 另外的话 这个利息如果超过16%的部分 他都不会写超过16% 另外他的违约金 就给你弄得非常的高 违约金就给你弄20% 30%等等这样子 另外他还跟你约定一个 说如果你不可以 在一年内还款 在一年内还款的话 他要给你罚借款总额的10% 各位这种事情 他都叫你都要做切解等等 反正一套把你弄成说 你都非常的自愿 你都很清楚 你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各位这样子下来了以后 他就开始给你什么 本票裁定 给你拍卖抵押物裁定 就要拍卖你的房子土地 要把你的房子土地拿走 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 因为这个本票裁定 或是拍卖抵押物裁定 我们法院就只有刑事审查 都会准的 那人家来拍卖你的话 你要去打官司 说这个我是被诈骗 那么说这个本票债权不存在 各位你知道要付出什么 第一个你要请律师 那个律师都还得要有咨询会 你问律师也是要钱 第二个你要裁判会 百分之一点一的裁判会 各位你还要强制执行 你还要供担保停止执行 那你的钱都已经被诈骗骗光光了 那么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财产 你要拿去借钱 或是设定三胎跟人家抵押 甚至卖掉来跟人家打官司 你都被预告登记 你根本就是做困酬成 没办法 如果亲戚朋友没有借你的话 你这些钱根本也没有 各位这种狠到这种地步 像这种被诈骗的 你跟你的亲戚朋友讲 亲戚朋友还骂你说 你为什么这么糊涂这么笨 你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想要去自杀 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他们利用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欺负人 各位利用法律的这种形式 这种表面上它都是合法的 它都是利用法律的这个制度 你要戳破这个诈骗的面纱 探究它的实质 我们的政府要课税就有实质课税原则 要抓诈骗就没有实质 去探究这个真实的这个观念 各位真的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 真的有时候很多的当事人 他是万般的无奈 那么其实各位 这样子的一个诈骗 到了我们法院来的时候 我们去检察官那边告 那么好多的检察官都说 你写得那么清楚 人家还叫你签署反诈骗声明 你哪有被骗 各位哪一个被骗 不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呢 所以这种东西的时候 真的是有苦难言 那事实上各位 你真的去处理它 并不是说真的没有法律可以治它 而是说因为我们司法的人员 不能够探究它的实质 然后去戳破这个诈骗的 表面形式的这个面纱 因此才会导致于说 你去告也是白告 那么很多的案件 到了警察那边查一查以后 他说就抓不到 到了真的是 把他移送到检察官那边去 他又给你做不起诉处分 所以各位诈骗如果不断金流 诈骗是无日无之 不会停止的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刑事的部分 诈骗并不是没有法律可以办 各位第一个刑法339之事 这个就是三人以上加重诈欺罪 这个要判一年到七年 那么各位 他们这些诈骗是抓不到 这些人都是假名是抓不到 最多能够抓到的就是领钱的车手 但是各位 他们车手被抓他们无所谓 因为车手都是这些年轻人 但是各位 他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抵押出去的钱 会到你的名下制造金流 然后呢 车手领走 他要的是你的不动产 要的是你的房屋土地 所以各位 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这个当铺 钱庄或是这些金主的放款 是无罪的 他确实有钱会给你 是你自己要再被诈骗拿走 各位 你都不晓得这是诈骗的一条龙吗 所以各位 这个刑法是这样 第二个 我们在洗钱防治法 也是有可以做的 各位 在洗钱防治法的13条 在这种 如果他牵涉到诈骗的情形 我们检察官还有法官有保权处分 就是可以把他的账户给冻结起来 甚至于禁止他 禁止他去做本票裁定 或是抵押拍卖抵押物的裁定 这些东西的话 你把它禁止他做这些行为 等调查清楚了以后 各位 这样子人民才不会马上就变成 钱一倍领走 马上房屋土地接着要被拍卖 这种东西真的是 所以他要禁止他来做这个处分 这是检察官可以做的 那洗钱防治法第14条 你做诈骗的时候 你这一些钱庄 做这一些事情 难道不是利用法律的制度 把这个钱骗走 然后再洗钱吗 所以各位 当铺业 我们金融业 还有代书业 律师界 这一些东西都有洗钱防治法的规范 那各位洗钱防治法的14条 还有15条 甚至于15条之二 你不当的提供这个账户给人家 或是去拿账户来 还有财产不正当的来源的时候 这些都可以判罪的 都可以起诉的 但是我们的检察官却在这个地方 不知道是没有研究清楚 还是视而不见 各位 在更差更差 也有刑法341条 准诈欺罪 利用人家心智薄弱的时候 去骗人家 各位 我们在这个整个诈骗的过程 都感觉自己像被催眠一样 结果检察官说 催眠很难证明 你怎么都是你心甘情愿的 他哪有催眠你 各位 催眠就是心甘情愿 我们的强盗罪 还有强制性交罪 用强暴胁迫 药剂催眠术 为什么法律有催眠术 而我们不相信 这是一个催眠的动作呢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各位催眠都已经强到了 伴你诈欺 那算是小case 所以像这种情形 各位第四三百四十二条 他也有重力罪 他也有重力罪 可以办这些钱庄 他们这种情形 各位利用各种方式 就是要把你的不动产拿走 把你的钱骗走 这难道不是重力吗 所以各位 我们在作为刑事的判决 或是检察官刑事的起诉 这一些换罪的行为 你要把它追究 你要把它判罪 这样子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 因为他们牺牲车手 但是你没断他的金流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去唤醒这些检察人员 检察官唤醒我们这边 要从重点上去下手 那么在民事的部分 你的不动产 钱被领走了 那就倒也没办法追回来了 但是现在人家要拍卖你的房屋土地 各位 那像这一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在民事的部分 他可以提起 确认抵押债权 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不存在 然后图销抵押权 也可以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 他不可以来查封我的财产 各位 那么我最近去找了好几个判决 我们发现说我们当法官的人 真的非常需要他的良心 更需要的是他的担当 敢于面对这样的社会的变化 能够做出最正确法律的适用 各位 那我举两三个案例给各位听 我们有法官就认为 第一个借钱 要出于借钱的意思 我是被骗 然后我会去听从你的指示 你要重视这个原因 重视这个过程 而不是重视他设定抵押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被骗的结果 所以我去借钱 他说没有 他没有欠人家钱 他也不需要做股票投资等等 他配合你所做的这一切 不过就是被骗 要被监管 为了保存他的财产 所做的一切行为 这样子根本没有借贷的意思 所以借贷是不存在的 不成立的 有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判的 那么他就举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年纪这么大 是因为被人家监管 或是被人家骗 说要投资等等 一路上都是你们在做安排 这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讨价还价 来了就是签本票签借据 随便你签 你要他签什么 他就签什么 像这一种 他根本没有借钱的意思 借贷不成立 所以他认为这个时候要重演什么 审查 再加上这一种情形 他认为他全部在绑他 利息这么高 然后还要扣手续会 还要找理财公司来 然后还要叫你写反诈骗切结 然后还要叫你说不可以齐钱还款 各位 他是什么 借一千万 他给你设五千万 抵押权给你设 你实质上他汇钱给你 可能只有一千万 只能可能给你汇九百万而已 但是他设定是给你设定五倍 五千万 为什么 他知道你这个房屋土地值五千万 但是他就是要把利息 违约金 还有你齐钱还款崩荡 让你没办法去借钱来还我 各位 时间一拖久 利息违约金滚大了以后 这个时候很快就到达五千万 我到法院去派你的时候 全部债权把你的房子抵回来 各位 他这九百万我们有收到吗 他汇到了我们的账户 马上就被转出去 被车手拿走 这钱又回到他们的手上 这么样一个情形 我们一辈子能够有的这个房屋土地 可能一辈子的依靠 就这样子就不见了 各位这心多痛 那么尤其都是年纪大的退休的人员 去面临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子女 年轻人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父母亲 各位不但是心情上 还有财产上怎么去把他要回来 这时候靠的真的就是需要我们的法官 所以各位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举一个有高院 他在最近112年的11月29号 就在过年前没多久 在110年纵上至的6719号 6719号的判决 他认为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他用这是一个暴力行为 依照民法74条 可以撤销这个重力暴力的行为 利用人家的急迫轻率 还有知识薄弱的时候 去骗取人家的钱 或是去制造这个假债权 或是去创造这个债权债务关系 撤销 然后依照民法72条 违反公序良俗 而宣告这样的行为无效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法官 从小念书三四十年 各位做高院这个判决的话 是我们应该年纪大概也相当 我一样差不多是60岁的人 各位这里面要多少的时光 岁月的淬炼 而敢于对这一个不法的行为 做出最严格的司法审查 保护人民的财产 那么各位同样的在地方法院 在台中地院也有一个法官 他就是以认为这一种情形 他根本没有借贷的意思 所以根本也没有要去设抵押 没有要去设预告登记的意思 他无非就是因为被检察官监管 想要保住他的财产 所做一切配合对方的行为 所以根本没有双方借贷的意思表示 所以借贷不成立 这个借贷是无效的 各位如果在民事上 可以判决他们弄出来的钱 是无效的 我们这个抵押权本票都不必赔他们 各位另外他在刑法上 又把他起诉为诈欺 又用洗钱防治法办他 让他这样子付出诈骗 付出重大的代价 他的代价就是钱骗不到 还要犯罪抓去官 这样子的一个双管旗下 才能够对这一种诈骗的方式 有所遏制 我从事这个司法三四十年 从一个法官当到律师 看到这个社会上不断的这个情形 深深感受到 一个司法要能够保护人民 各位人民靠的是什么 是靠着这一些法官检察官 他的良心 还有他的担当 这是多么需要的一个部分 各位我们念书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能够有这样的职位 愿意为国家来奉献 为人民来奉献 他就是为了要保护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这个就是这一个工作 念法律的最终价值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我们看到了 有这样子的法官 勇于去承担 认为这样诈骗的话 是多么无良的事情 愿意去把他判决他无效 愿意判决他可以撤销 能够保住这些被骗人的财产 然后对诈骗做出最大的打击 我们应该要换取更多司法人员的良心跟担当 然后一起来对抗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各位我们看到这些诈骗 动不动你用网络漏搜 就是这么几家 永远都是这几个人在当金主 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难道我们的检调机关都瞎了眼 每一次都是你 这难道没有洗钱防治法的这种财产来源不相当 还有利用假账户的部分吗 所以各位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在做例行性的事情 怎么样唤起我们的良知 唤起我们的担当 能够虽千万人无妄疑 只要是正确的事情 我们就应该勇于去做 而且勇于敢判 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司法人员的价值 那么我们应该对这些司法人员给他鼓励 那么也应该要告诉所有的更多的司法人员 应该要担当 要有这个良心 那么也同时要跟各位能够知道说 千万要小心这种诈骗的这个部分 父母亲的部分我们来照顾我们的父母亲 保护住父母亲的健康之外 保护住他的财产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以上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们在诈骗的防治上面 司法已经踏出了 逐渐踏出了一小小的步伐 我们希望能够更大的一个部分 告诉我们的法务部 告诉我们的司法院 告诉我们所有的法官检察官员 能够效仿这样的一个行为 把这些可怜的人救回来 以上 感谢观看